大家好老韩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2024款的斯巴鲁尔萨 感谢JC提供的帮助 买斯巴鲁找JC 本人的AI英语频道现已光如上线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关注 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 转发电量小铃 大 斯巴鲁尔萨在美国定位在中型三排座的SUV细分市场 取代之前的驰鹏车型 是目前斯巴鲁家族最大的车型 也是旗舰车型 首款车型在2019款上上的 其实每年的年度改款都进行了适度的改变和升级 在2023款上改变算是比较大的 从外形尺寸上来讲 如果我们拿这个车跟目前市场里标杆的 丰田汉兰达座椅对比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总体上两者的尺寸差不太多 但是如果细扣数字 SUN在轴距总长和最小离地间隙等方面 它是有优势的 悬挂的设计采用的是前麦夫逊后双叉臂的结构 而SUN在美国市场也是比较早的 用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取代了六缸机的车型 这个跟目前的丰田汉兰达还是比较像的 这哥俩的伙都对上了 从参数上来看 哈兰达的纯油发动机动力稍微能猛一些 而SUN全部都是四驱车型 配着CVT变速箱 整背质量大家还是看大屏幕 而SUN全系配的是19.3加仑 73升的油箱 EPA公布 在综合工方下 低配的SUN综合油耗是22MPG和10.69升每百公里 高配是21MPG和11.2升每百公里 从配置级别上来看 目前SUN有7座和8座版本可以选择 从不含运费的MSRP价格来看 肯定是比前两年涨价不少了 但是跟这个级别里面 非豪华品牌动辄五六万的售价相比 SUN目前的定价显然还是手下留情的 似乎对自己在这个市场里面的定位 还是比较清晰的 今天我们看的这台车是珍惜这一款再售车型 2024款的SUN Turing版本就算顶配了 还有245 50 20的四个轮子 标配三分区空调 标配怀影 标配11.6寸的中央屏 标配哈曼卡顿的音响 这台车选装了外部防旋墓的后视镜 在家人各种店 含运费的MSRP为51774块 这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来自于日本工厂 总装下限于美国工厂 还记得这台车刚出来的时候 我还住在西西纳提 我们在西西纳提看的这款车 那24款在23款改款之后 整体造型跟之前是没有太大改变的 全车也是方方正正的造型 前脸也是方方正正的设计 只是23款改款之后 包括这个24款 前脸的一些细节 就家族的最新设计风格进行了扣拢 那原来灯组的造型 是浓眉大眼 方方正正的灯组造型 那在改款之后 这个异形灯组的形状 跟目前家族就保持了统一了 一根电镀亮条 左右贯穿 把灯组和前脸分成两个部分 目前也是斯巴鲁家族 最新的设计风格 在传统保险杠位置以下 大家可以看到设计的 还是比较复杂的相对的 左右两侧的花纹 设计的相对比较复杂 下面是有雾灯的 但是并没有图风孔 在前脸的配色上 并没有另锡电镀亮条的装饰 在很多位置上 都可以看到镀铬的装饰条 那同时前脸的中网 也大量的使用了这种黑色的装饰条 从侧面来看 依然是之前的方方正正的造型 前方的机舱显得是比较方 后方的客舱显得也是比较方 极力的呈现出来一个 更大的室内乘坐空间 那这台车呢 它的整个身高是比较高的 那比较有斯巴鲁的特点的是 它前机舱显得并不是特别高 相对的显得跟别的车设计的 有点不太一样 多少显得有点不太协调 后方呢 屁股设计的非常饱满 非常丰满 因为有第三排座设计的需求 既要保证第三排座 又要保证后备箱的空间 这台Turing版本侧面的配色 显得也是比较亮晶晶的 在很多地方呢 都点缀了电镀亮条的装饰 四个侧门把手呢 也用电镀亮条装饰上了 但是后视镜外壳呢 目前是黑色的哈 前方两个车门带有 触摸式解锁上锁的功能 后方两个车门呢 是不带的 车门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车门开启的角度 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没有像现如今 在紧凑型SUV上 车门打开近90度的那种感觉 但是在这个级别里 它打开的就算够大了 这个角度啊 再加上后方这个车门呢 宽度是比较宽的 打开之后 显得一展是比较长的 前方两个车窗呢 用的是双层玻璃 后面两个窗户呢 用的是单层玻璃 车门下眼呢 也把车底下眼包住了 以我的身高 给大家做参考 上下这台车呢 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踏板装置 也没有任何的姿势不优雅啊 上全系呢 有18寸的轮子 有20寸的轮子 这台车呢 是20寸的轮子 刹车系统 全系都是一致的啊 前盘用的都是直径13.1寸的通风盘 后盘用的都是直径13寸的通风盘 从后面来看 整体的造型呢 跟之前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也是细小的地方 细节的地方 做了一定升级啊 从后面来看 仍然是一个方方正正的设计 从后方的配色来看呢 作为这个turing版本 它后方还是运用了很多 电镀亮条的颜色啊 上方呢 是一个尾翼 整合了高位制动灯 后方的雨刷 一条电镀亮条呢 左右贯穿 将灯阻分成了两个部分 灯阻的造型呢 也跟目前家族的统一风格 进行了靠拢啊 下方呢 有一个相对突出的 保险杠平台的设计 但是突出的并不是很明显啊 在保险杠以下的位置呢 用料设计相对都比较简单啊 用料呢 主要就是这种黑色塑料了 排气左右各一个 采用直出的形式 这车呢 是有备胎的 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采用底挂式的形式啊 钥匙 家族的款式 后备箱尾板呢 是一块塑料材质 上面没有什么功能性啊 这台车后备箱的下眼呢 相对显得还是比较高的 后备箱呢 造型是方方正正的 比较规则啊 当第三排座打开之后呢 后方后备箱的近身呢 中间的近身是一小臂半的近身 上方近身呢 就不是太好了啊 这是第三排座 放倒之后的空间表现 放倒之后呢 空间就非常棒了 后备箱有两个挂钩 两个镂空的挂钩 感觉非常好用啊 下面也有钩点 左侧呢 有个照明灯 这也是后备箱 唯一的一个照明灯 下面有个12V 120瓦的充电器插口 右边呢 有个挂钩 下面有个低音炮 盖板下面呢 有个伸缩帘 下面有简单的随测工具 这是23排 同时放倒之后的空间表现 第二排 第三排呢 衔接的不是很紧密啊 第二排呢 有个向上的扬坡 但角度并不大 坐到里面呢 可以看到整体的造型 还是斯巴鲁家族 最新的一块屏的形式 只是它这个车呢 整体上是比较高 但是中控台呢 相对来讲 还是设计的比较矮的 整个中控台呢 包括中央这个屏 都有一个向上扬的角度啊 四个车窗 只有前面两个窗户 带有一键升降功能 后面两个是不带的 作为顶配呢 它没有抬头显示 方向盘左边的中控台上 有一个储物格 按键并没有布满 仪表盘也是目前 斯巴鲁家族的通用样式 两个实体表 加一个面积不大的液晶屏 透过方向盘左边的键子 进行调节 显示的信息呢 中规中矩 飞上斯巴鲁 方向盘也是家族的通用布件 这个方向盘 实际上在其他的 斯巴鲁车型上 显得就比较小 那配到这个大车身上呢 显得这个方向盘 就特别小哈 有个战斗的感觉 有个运动的感觉 方向盘上面的皮质 非常细腻啊 做得非常精致 方向盘上面的快捷键 包括方向盘加热的键子 后面的换挡拨片 后面的拨杆 都是目前家族的通用样式 灯组有自动开闭功能 前方雨刷呢 有雨量感应功能 流媒体的后视镜 上面有三个车库开关 这里有个非常大的眼镜盒 戴全景镜 这个非常好啊 过日子我感觉非常实用 这个屏呢 我们看了很多次了 这也是斯巴鲁家族的 最新通用部件 整个屏呢 分成三个部分 上面呢 是一些信息显示栏 中间呢 是传统的中央屏的显示项目 下面呢 主要是控制空调的 这个屏的上半部分的 这些显示栏呢 就相当于斯巴鲁之前 在上面设置那个屏啊 这一次呢 只是全部整合到了大屏里面 分辨率啊 显示清晰度啊 反应啊 在如今的这些车机系统里面 它也只能算是一般般吧 iPhone CarPlay Android Auto 都有无线连接功能 Turing版本的 配有全景影像 外观3D 倒车影像加全景影像 下面是一个倒车示意图 前方两侧盲区 前方俯瞰 前方广角 驾驶模式 这台车呢 有雪地飞沉模式 有正常模式 有深雪泥地模式 下面呢 是这台车的空调控制 前面两个座椅呢 都有座椅加热通风功能 一大一小的数据交互口 一个奥格子接口 中央扶手箱呢 显得非常厚质啊 里面有个小隔板 中央扶手箱的容积还算比较大 坐起来 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 大家可以观察一些空间表现啊 总体感觉呢 第一个 座椅还是比较舒服的 座椅呢 不论哪个维度的尺寸 都够长够高啊 可以给身体支撑好 包括座椅的两翼啊 坐垫的两翼啊 还有适度的凸起啊 座椅的天通材料呢 也是软硬适中 稍微偏软点的材料 前排两个座椅呢 全部都是电条座椅 司机位的座椅呢 比副驾驶要多了很多调节项目啊 包括腰靠的四项调节 包括椅面高低的调节 包括坐垫长度的手动延展 还有两项记忆功能 另一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虽然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了 但是可以感觉到 座椅把我的身体拖的还是比较高的 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啊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呢 包括中红台的高度 包括窗檐下檐的高度 都在我视线以下很远的位置啊 那这种感觉设计出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各个部件啊 基本设计都是向上的 包括屏呢 也有一个向上的感觉 整个中红台呢 也有个向上的斜坡啊 那有一点我不太适应的是 就是现在即便我将座椅调到最低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部件 包括下面的按钮啊 包括挡板啊 我要想告到他们 我身体都得向前倾啊 并没有那种触手可及的感觉 中控台上方的用料 上方呢 是软性材料 中控台前面呢 也是软性材料 前面呢 还有一些皮革材质 在下方呢 就是硬塑料了 换挡平台全部都是硬塑料啊 腿能够触碰到硬塑料的 坐在车内看窗框呢 是看不到金属件的 金属件用一层贴纸给贴上了 这个做法呢 非常雷格萨斯啊 车窗工作的声音并不大 在车窗即将关上那一刹呢 门板的用料呢 显得还是比较复杂 比较扎实的 上方呢 软性材料 中间呢 有木耳装饰板 中间大量的使用了皮革材质哈 下方呢 就是硬塑料了 门板上呢 有水杯架有储物壳 中间有两个水杯架 第二排稍微有个架高式的效果 第二排的视线呢 相对比第一排稍微高一些啊 第二排的空间呢 也完全没有问题 头部空间 腿部空间 这个座椅的椅背呢 跟壁住平齐的 第二排这个座椅 我刚才没上了 一看那个造型 我觉得就能挺舒服啊 坐在上面呢 确实挺舒服 整个座椅的天空材料呢 比前排稍微能软一些 有个沙发的感觉 各个部位呢 设计的 也沟壑林立的啊 给身体相对有一个好的支撑 虽然坐垫呢 没有那么长啊 并不是很长 但是感觉到坐垫够高 腿也可以给支撑好 座椅最前 座椅最后 稍微往前点 一辈人脚最大 还有一个可调节高度的扶手 单边有扶手啊 空调在第二排 可以分区调节 两边这两个座椅呢 还带有两个档次的 座椅架热功能 有一个120伏 100瓦的三项电源插口 有一大一小充电器插口 下面呢 还有一个折叠式的 水杯架和储物格 中央地板呢 非常平啊 感觉不到任何的隆起 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空调出房口呢 放在了棚顶啊 第二排 窗屋空座的声音呢 就比较大了 而且关上那一刹那呢 也没有降噪的动作了 第二排呢 是有个帘的 第二排门板上用料呢 感觉做的也比较烤灸 上方呢 是软性材料 中间呢 有木耳装饰 前方还设计了个杯架 扶手周围呢 是皮革材质 下方呢 就是用塑料了 在门板下方呢 还做了储物格和杯架啊 这台车第二排 选的两个座椅的形式 中间就是个过道了 过道也没有什么功能性啊 全景天窗的帘呢 开到这 前排两个座椅的椅背上 都有皮革的啊 做到第三排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头部空间 我坐直流的啊 我的头发 是能够顶到后面这个梁的 头是顶不到的 腿部空间呢 这个座椅 并不是最后 也不是最靠前啊 是在一个适中的位置 腿也能进来 我的身高 腿是能进来的 但是进来之后呢 还是那个问题 它这个座椅的坐垫啊 不够高不够长 没有办法给腿支撑好 我呢 就是屁股屁股的几个点 接触到了这个座椅上啊 有一种蹲着的感觉 这座椅呢 做小孩问题不大 如果长时间乘坐成年人呢 可能不太舒服啊 第三排的空调出风口 也是走的棚顶 两边都有阅读灯 左右各有扬声器 有水壁架 还有两个充电器插口 有帘 在第二排的肩膀上呢 还配了一个非常扎实的挂钩啊 这个挂钩真是非常扎实 过日子非常有用 这车开起来以后呢 还是一派斯巴鲁风味的舒适法 动力呢 坦率来讲确实一般啊 也仅仅是够用吧 尤其是低速 涡轮呢 据我观察啊 大概在不到2000转的时候介入 一旦涡轮介入之后呢 或者说高速的表现 还算说得过去啊 比较难受的 就是每次加速的出段 不论你是静止起步 还是蠕动加速 或者是高速匀速行驶的二次加速 每次你加速 得给发动机留一个准备的时间 就是等着涡轮介入的时间啊 油门踩下去呢 你都得稍微等一会儿 稍微闷一会儿 再加上这个CVT变速箱呢 它有一个需要等待的通病 所以这车的提速并不能算快啊 这还是空车的 但如果单纯讲过日子的场景 我觉得也够用啊 尤其是一旦这涡轮介入之后呢 动力还算是说得过去 这也是四杆涡论增压发动机 配在这个级别里的通用动力表现 如果你要是通过大脚踩油 通过打好提速的提前量 也能有一个良好的加速性 但这个时候的平顺性 就不如六杆自吸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呀 六杆机 哪怕是六杆自吸 才是中型SUV的 保底的动力方式 悬挂呢 这车调的还挺舒服啊 低速呢 过一个勾啊 坎啊 也可以感觉到悬架在极力的化解颠簸 只要你这个坑别太大 绝对不会有屁股出坑里的那种感觉啊 高速呢 过一个平顺的起伏路面 车身也会有个适度上下起伏的幅度 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高速行驶呢 如果压一个路况啊 在听见两声清脆的响声之后 不会有太多的震动幅度 刹车呢 感觉也还可以 刹车距离呢 也比较理想 但是这里有两点 我不太适应啊 一个呢就是这个刹车虽然它没有矿量 但刹车踏板踩下去之后 感觉这个刹车踏板力度不一致啊 前四分之一的行程一旦踩下去呢 虽然它不是什么矿量 但是感觉踩下去那个作用并不大 而且这前四分之一脚的刹车呀 踩着比较轻 到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行程呢 感觉刹车就吃上劲了啊 刹车开始发力了 但这个时候呢 又感觉到刹车踩着比较重 需要你给点劲才能踩动 这个时候呢 刹车踩着就比较紧致了啊 当然你说这么调 它有没有什么毛病呢 我觉得也不算毛病啊 就是我感觉比较别扭 另一个呢 还是之前我们聊过的 就是它这个刹车踏板和油门啊 我感觉一个是离得比较远 再一个呢 就感觉它俩这个高度差呀 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刹车比油门踏板在不踩的情况下 高度要高一些啊 高的有点多 还是那句话 它不是什么毛病 但就是踩着别扭 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 低速比较轻 高速啊 相对还是比较稳的 没什么槽点 就是抓着这个小方向盘呢 再看到后视镜里 这车这大伸板子 风格有点不协调啊 噪音控制呢 虽然现在这个级别里 这个价位的车呀 噪音控制都一般般啊 但这个车呢 在这个级别里 就算是一般水平吧 但是在斯巴鲁家族 那就算是水平比较高了 发动机呢 只有在急加速的时候 它才会有一个咆哮的感觉 其他时段的发动机的声音 是可以接受的 比较安静啊 但是在加速的过程当中呢 总有一个气流声 若隐若现 我不知道是不是涡轮的声音啊 听了几次呢 没有听太清晰 实在是没听出来 风噪 由于这台车 有个方方正正的设计 多少会感觉到 车身带来的风噪是 拍照呢 一般水平嘛 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啊 这车在动态上 总体来讲 就是一台中规中矩的 以舒适为导向的 充满了斯巴鲁味道的 中型三排座SUV的感觉 好开是它的优点 动力是它的缺点 综上就是这台 2024款顶配版 斯巴鲁尔赛的参观视频 整体上来讲 这车的外观造型 跟之前是差不太多的 在二三款改款之后呢 细节显得更有家族的味道了 车内的造型风格呢 也跟家族保持了一致 第一排第二排 包括空间和座椅的感觉 显得都比较出色啊 第三排成年人应急 小孩使用问题不大 在动力体验上 这台车的动力呢 只能说是一般般吧 尤其是在低速啊 表现并不是很精彩 当然这也是小排量增压 配在这种大车上的 普遍感觉啊 在这个级别里 这台车呢 作为斯巴鲁家族的旗舰车型 它的配置呢 显得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性价比在美国市场 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个人呢 还是深深的感觉到 也是由衷的建议大家 像这种中型SUV呢 尽量还是上个六个人机啊 当然斯巴鲁尔赛也呈现给大家一个 不一样的感觉 还是那句话 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别控制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